6号中午,TV壁花蛋钟佳心在个人社交网站,上晒出二胎儿子Jerry的正面照,照片上的小婴儿微微侧着脸熟睡,虽然才出生没多久,Jerry已经拥有了满头乌黑的头发,搭配胖乎乎的小脸蛋,看上去相当可爱,不得不感感谢一个魔力, 钟佳心二胎儿子长相,像足了大钟佳心13岁的老公Jerry,不仅如此,儿子Jerry跟姐姐凯雷也很像,五官一样都很漂亮,钟佳心还因此被家人打去,好像生了龙凤胎,据悉,钟佳心这胎跟第一胎一样,都是顺产,有所不同的是,钟佳心这次是在温哥华的家中分裂的,听起来虽然让人有些惊讶, 事实上在国外,在自己家中生孩子是很常见的,这样的环境更利于产妇放松,不过就需要有专业的助产师在旁,截止是和低风险的孕妇,听闻闺蜜钟佳心这胎是在家中顺产的, 狗产会表示一点也不惊奇,因为太太眼中,钟佳心是一个很勇敢的人,不过说到自己身上,狗产会就表示跟未婚夫William就不会效仿了,觉得还是在医院生比较安全, 15年年初,钟佳心为姐姐的介绍,下认识老公Jeremy,Jeremy是无限主席梁奶鹏的侄子,职业是一名几股神经科医生,并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办了诊所,年薪高达600万港币,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,虽然年纪比钟佳心大十几岁,但胜在成熟稳重,对钟佳心温柔体贴,两人情投意合, 16年2月份,佳心就正式宣布怀孕办婚礼了,宣布怀上二胎后,钟佳心便将更多精力,分配到儿女身上,又传老公Jeremy并不想钟佳心再试约,无奈钟佳心一心想拿试后,虽然工作减少了,是不是还会回到无限拍戏,钟佳心在采访中也表示,现阶段自己还在坐月子,虽然有了儿子Jared, 对女儿Kelly也要多花时间照顾,两个小孩都要平衡照顾到,目前,由钟佳心出演在《创世纪》正在热播,播完这部下一套钟佳心的戏,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 三千斑 三千一 三千